我們要來看看就是OBS怎麼樣把這個氣象資訊放進來 第一個呢你進到這個Windy的這個網站之後 你就直接你可以假設你是要直接看也可以 你也可以直接打地點 比如說我們打台中市 這樣子 他就可以把當地的這個台中台中 第一個 好 這裡 他就會把下面的天氣預報秀出來 你如果沒有地點單就沒有 就沒有 那進來了之後呢 我們最重要就是因為呢 當你有了地點之後 他的地理GPS資訊有沒有在上面的 這個位置在上面的 所以你就把這個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我把它複製起來 那我現在呢就可以回到我們OBS裡面來囉 現在這樣子啊 我把它綠幕拉回來了 我現在回到這邊我在增加一個場景 好 現在空白的 我要怎麼樣把我們的那個 網路上的網址加進來 你看來源這邊 來源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瀏覽器 這個 奇怪他都會夾夾瀏齁 好 點下去 在這裡 你幫他命名 比如說你是氣象 什麼名字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那按確定 重點就是這個網址啦 有沒有 所以你剛剛把你剛剛複製的把它貼進來 稍等他一下 然後呢 你要的視窗的寬度 比如說我們這邊是比較大的 1920x1080 好這樣就可以了 你只要按一下確定 就等他一下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就進來了 好 那這個呢 網頁上的畫面就會進來 所以你現在只要再把你自己的視訊 是不是抓進來就OK了 好 我找一下我另外一台 兩台都在使用中 好 這邊稍微說明一下 如果老師有多個場景啊 您可以像我剛剛這樣 就是這裡 你可以設定一個 就是當他不顯示的時候停用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這邊有在用 我先勾起來 假設這裡有啟用 那我勾這個不顯示的時候停用 什麼叫不顯示 就是把眼睛關掉 這時候你的網路攝影機的全線就是釋放出來 因為他不能多工 不能多工 所以你就在這邊 在重慶 再來這邊 視訊擷取裝置 好進來 有沒有這樣我就進來了 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我現在這樣子 這裡 第一點 OK 其實平常上課我都是這樣上課 我都是坐有氣墊的椅子 好這樣子 OK 好那一樣的 Alt 有沒有裁切一下 裁切一下 然後呢我看一下過來 好這樣OK 過來一點 好一樣的方式按右鍵 對不對 你就進去 射度鍵 去背一下 好完畢 這樣子就進來 好那現在有一個問題啦 如果你真的需要去操作這個網頁怎麼辦 你說你回來這裡操作 沒有人理你好嗎 你在這裡操作你的 跟他又沒有關係 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跟他沒關係啊 那怎麼辦 其實OBS有提供一個網頁互動的工具 當然這個還是強調就是在雙螢幕會比較好 你可以按一下右鍵 在這個網頁的這個按右鍵 你會發現 這個有沒有發現有個叫互動 就是這個功能 所以你把它按下去 會有個小視窗跑出來喔 這個就真的是網頁喔 這個就真的是網頁喔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移動 有沒有發現在移動啊 有沒有 這樣 那你要播放 點到這一天的 他的Play去哪裡 好記得他有個Play啊 像我這邊在操作 有沒有這樣就變了 這樣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是在OBS裡面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是把網頁叫進來就好了 這樣就很單純 所以如果你要把學校的網頁叫進來行不行 當然可以啊 這樣就不用說一定要用什麼 整個全部畫面擷取的 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好